非洲三国受到一代强烈热带气旋的袭击 造成严重水患 是非洲近20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超过700人死亡 300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许多人无家可归 水源污染也造成霍乱等疫情扩散 慈祭非洲地区志工紧急动员前往救援 慈祭慈善事业基金会执行长严博文 在中居慈善感恩查续中 感谢志工的无私付出 严执行长提到天灾发生次数与地表温度正相关 2015到2018年是史上最热的四年 如果继续依照现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地球只剩下12年时间挽回暖化 鼓励我们大家舒适 重视环保 过着柬埔的生活 现场还有台中慈禧医院 检守姓院长 以及中居仁义会 季邦杰医师等多人与会 听众都收获满满 他用数据化又更浅显的 然后让我们了解到说 我们现在对于说不是减少碳排放 而是根本就不要有这个碳排放 观念改变之后 很多事情都是在你的营运前 面对气候变迁 大自然反扑 如何让地球永续发展 比我都有责任 大爱新闻黄正明杨俊廷台中报导